所以 其實起來 她有一個很特別的故事 她有兩個女兒 Semi-Avi 起立 這個是她的兩個女兒 起立 她的兩個女兒 Tesher 起立 還有最特殊的 Avid 起立 Stanard Bruce 然後呢 她有兩個女兒 她竟然到大陸 都贏了兩個女兒 她今天來分享一下她的故事 剛剛準備湯汁要分享 沒有時間準備抱歉 其實呢 很多人都問過我們說 你為什麼要靈養 為什麼要靈養 這個問題其實對我們來說 不是很困難 因為我們大概都知道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對神靈養 神告訴我們 我們都成為她的兒子跟女兒 那在聖經中很多次很多次 都告訴我們要 要照顧什麼孤兒跟寡婦這兩個 聖經上很多次都講了這兩個 就是要我們照顧這兩種人 寡婦呢 這個時代已經跟一整個不一樣 可是她們現在又可以工作 又可以去結婚 所以可能比較不需要照顧啦 但是孤兒這部分 她們一直是有需要的 她們從來沒有人可以幫助她們 所以早期 那我太太跟我 我們有兩個女兒之後 我們就曾經討論過 那我們是不是 我們家又夠大 然後我們又有辦法能夠營養橋 我們實際要營養橋 那有結婚過的時候知道 要兩個人決定同意 這種事情不是很容易的 為了還小是可以吵架 這種事情當然不是很容易 所以我們的過程就是 一開始我跟她提過 那當時候她可能說 好 再看看 那我不知道你知道這個 辦這個手續是非常的漫長的 我們大概辦了兩三年左右 那過程就是 你可以先去填一個歌詞 就是說你可以接受的 什麼程度的殘障 因為大陸他們現在越來越 就是越富有之後 他們就改變政策說 讓外國營養的小孩就是 不是正常的小孩 才可以給外國營養 所以你就是要自己決定說 你可以接受哪一個程度的殘障 就是了 那當然你不用說 我可以接受很嚴重的嘛 你可以說我只能接受 可能有吐醇的啊 或是什麼我可以去幫她手術改掉的 所以我們就填那個 這個就我們可以接受的哪一些 那你寄過去之後 他就大概 他會辦案很常鑿 大概一兩年辦完之後 他就跟你說 有這個小孩子符合你們要的條件 那你就會看到他的照片啊 然後他可以寄給你 大概五六秒的那個影片 那就問你要不要 他就這樣子啦 反正你就只能從那上面的資料這樣看 那當然我們就 這就是神要我們 要我們做的 所以我們也沒有什麼選 我們第一個就說好 那我們就全家就去大陸找見他了 那當然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年前的事 我們已經有他一年了 那一年中 我們發覺的是 神真的是用他來教導我們 因為一年中我們會一直發現自己還是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還是需要長長的地方 那我們小孩子都已經很大了 所以跟照顧個兩三歲的小孩子是不一樣的 那又再來一次的時候 你又再發覺自己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 所以其實是他在我們生命中上可能改變的 比我們改變的還很多 那他剛到的時候他一句話都不說 他說我先兩歲半 那他一個字都不會說 甚至你要他點頭他都辦不到 你要問他說要不要他 他都看到你他就只是很害怕這樣 然後唯一只有派小孩子去問他 所以我們就 我弄他就去給我房間 然後叫小孩子去問他 然後他就會勉強的點頭跟你要走 就從那樣開始到現在他已經 你們感覺到很高的 所以神言之在改變他 我們也感謝神 那所以我們 他是去年的感恩節之後到我們家的 所以到現在還已經三歲半了 那可能慢慢的他的心理上 一定還有很多受傷的地方 會慢慢的審慰醫療他 那我們也有期待的神醫師帶給他 好 謝謝 我們跟大家說嗨 嗨 嗨 我覺得這就是上帝的愛 其實一個家庭裡面要多一個孩子 其實我之前就聽過他們的故事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哇 我覺得我們要信思 如果要我們去愛一個人 甚至他要直接來到我們的家 你會做什麼決定 我盼望上帝的愛都能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讓我們真的每一個人 是真的可以實踐耶穌基督的愛 去愛每一個人 特別剛剛有提到他不是一個 全部就是正常的孩子 這是一個多大的一個愛 他們要在我們的生命裡面都要經歷著 很愛 好 好 我再分享一下 就是說我們那兩個孫子都長大了 然後再多加這個我就看我們David 還有拿high chair 還有什麼wheel chair 還有什麼一大堆baby用的東西 然後我就看Michelle 都在那邊陪他看那個 看我的電視 然後從頭教他 我心裡想說天啊多累 真的是很累 本來可以不理的 現在從頭開始來起 就像你在找出一個小類型 但是我看他們兩個 他們全家好像更好 感情更好 我們覺得不可思議 好 謝謝